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一直很想介紹這個遊戲 因為我要不要講一些為什麼講這個遊戲的原油呢 我個人很喜歡一個YouTuber,他叫做Donkey 那VideogameDonkey他很會review一些遊戲啊什麼這些的 然後他的影片就會有人替他翻成中文 然後替他就是變成一個中文的頻道 然後專門播他影片下面就是中文字幕 這樣也能賺錢的 因為這樣等於是你的頻道雖然說他是原創者 可是但你的可能廣告收益就跟他分吧還是之類的 所以總之他很紅 那他的很多影片都給我相當多的inspiration 結果我就看到他前幾天有一個 應該像幾個月前的不是前幾天 有一個影片在酸一件事情 結果他這麼努力做影片 可是事實上他還不是一個就是 或者點閱率最高的 就是這個業界中超強的一個 他覺得他還不夠 那在他前面有一些人 他有點酸酸的就是說 這些人什麼都不幹 只要做一些Among Us的影片就好了啊 什麼是Among Us 畫面給你看 這個遊戲 所以光是直播這個Among Us的遊戲 就可以把我們剛剛講那個 Video Donkey的影片給幹掉了 所以他的不爽大概也是 很有道理的 因為這直播就是一個遊戲而已 而且這個是直播 根本不像他一樣把影片做得漂漂亮亮 剪接的很好 甚至滿一些笑點進去 那我就必須說一下這遊戲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看了以後我也蠻想玩的 只是沒有時間 這Among Us呢 我就跟他先順便打一下hashtag 就是太空狼人殺 好你被我影片引進來 你大概已經看過標題 你知道我講太空狼人殺了 所以什麼是太空狼人殺 狼人殺你知道吧 如果你連狼人殺都不知道 我也不想跟你講了 因為因為你要我怎麼辦 靠背你的狼人殺都不知道 好啦自己去看很多的YouTube影片 甚至有綜藝節目都在做狼人殺 那這個狼人殺之所以好玩 是因為他是一個Videogame 看一下一些遊戲畫面好了 你看他這邊就是一大堆 穿著太空衣的傢伙 然後他就是各種顏色 然後呢他在裡面當然就會有 殺人的部分啦 然後就好人壞人啦總之的 OK 所以我們就走一下他的那個文字 因為畢竟我總是要教英文的 所以走一下文字看看 你看在這邊有沒有 在一個地方 然後可能有兩個人 是不是其中一個如果是狼人 就可以把你幹掉呢 在我剛閱讀之後 我知道他概念的確是這樣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那個 這個標題 跟他的 那我非常抱歉就是 這個網站就是 就是那種很令我討厭的 要是我把文字放大 他現在就會超過一個畫面 然後我如果要閱讀文字的話 我就得左右這樣子跑 這樣子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 對幾位同學 像那個黑色人生跟烏同學 我真的很抱歉 希望你如果用桌機來看我的影片 可能會看得清楚一點點 好 Anyway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個太陽狼人殺怎麼玩 他介紹一下一下 OK Let's jump right into it Among Us How do I play the game 所以到底怎麼玩 The basic overview of Among Us is simple 所以簡單的一個概論 概括是很單純的 A crew of 4 to 10 Usually 10 Players 所以 酷是隊員 4到10個隊員 Are at a location 也就是在一個位置 在一個地點 Doing tasks 做任務 而有1到3個 Well 1 to 3 imposters Usually 2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遊戲通常就是10加2 因為crew是4到10 而impostor是2 這樣可能就是12個人 所以crew 剛剛沒問題了 impostor這個是講一下 就是假扮者 OK 就是 不是真正好人的人 你大概就只有狼人 impostor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abotage their effort 他們盡所可能的來 這個sabotage就是 蓄意的破壞 OK 蓄意破壞 And kill them all 已經把他們殺光光 So the game ends in one of four ways 所以你看 這個英文講的真的其實非常清楚 這遊戲結束呢 就是用四種裡面的其中一種方式來結束 所以也就是四種結局只要一種達成了 遊戲就結束了 所以第一個 all imposters are dead 要是所有的壞人都死光 所以好人贏了 crew win all tasks are completed 剛剛還記不記得 剛剛有很多的任務要去做 所有的任務都做完了 crew win OK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阿瓦龍 好像是 你知道任務成功的概念 然後再來 there are an equal number of crew and imposters 所以下一個點是 如果說crew跟imposser 人數一樣的時候 那就是壞人贏 因為你知道這個投票嗎 所以要是人數一樣投票 就不能投輸啦 所以壞人贏 the crew failed to stop catastrophic 对不起 sabotage 所以這個crew 沒有辦法停止一個 毀滅性的破壞的話 剛剛講sabotage就是故意破壞 catastrophic就是 我剛剛差點唸的不太正確 因為它的名詞跟動詞 不是名詞跟動詞 是不太一樣的 這邊給你看的是名詞 它的翻譯是catastrophe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那形容詞 catastrophic 拼字拼了亂七八糟 catastrophic OK catastrophic 所以catastrophe catastrophic so the crew failed to stop a catastrophic sabotage 所以那就是imposter 所以games can be longer or shorter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layers 所以遊戲可長可短 要看你有幾個人 can be longer or shorter can be longer or shorter depending or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layers 呃 呃 對不起不只一件事 based on第一個 the number of players 豆點 their skills 技術 技巧好不好 撒謊的技巧 and the options selected by the playgroup 以及還有一些選項上的不同 這句我是我不太理解的一句 但不管了 so when a game starts 當遊戲開始的時候 you will be assigned a role 所以這個重點來了 你怎麼知道你到底是狼人還是 是impostor還是crew呢 你會被assign 所以你會指派一個角色 either as a crew or crew這個字沒有呃 所以crew就是你知道 or imposters 這樣子 and your goals and how you achieve them will change based on that 所以你的目標 跟你怎麼去達成這個目標就會改變 就因為你是哪種角色 這也很廢話 so for that purpose the crew impostor and impostor sections will be separated 好所以 所以 為了講好這個目的 就是為了這個 講清楚到底crews要幹嘛 以及impostor幹嘛 所以下面呢 他就會把它分開講 ok他的section 會separated 下面這個是白癡 下面這個他貼了一個搞笑的這個 惡搞圖片 所以他說的是 among us 是一個 a game of for intellectuals 是給一個有智慧的人玩的遊戲 a game for intellectuals 那你就會講到他們 他這邊就四個就是 可能是遊戲裡的對話 因為你知道遊戲裡面 一定要能夠交談之類的 才能夠知道說 啊我覺得他有鬼 我覺得他有鬼 所以這邊也跟 他一個橘色角色說 這個橘色啊 超級有鬼的 然後這個黑色就說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這個動作很奇怪 他的動作非常 he was acting confused 然後下一個人就說 你自己本來就橘色 幹靠北 好 你就會不好笑就算 好 among us 所以 i get assigned crew what do i do 所以 我被指派為是 我被 assign 成了 crew 我要怎麼辦呢 so congratulations you're a member of the among us crew 所以你成為了這個 among us 在我們之間 這個遊戲的名稱 就是在我們之間 among us crew so that means you're out there to help repair this ship station colony 所以你就要到外面去 幫忙修理這個 一個船啦 或者一個什麼站啦 或者是一個什麼殖民地 colony for every game as crew you will be assigned tasks listed in your task list 所以你會被指派一些 tasks 那這些task被列在你的一個東西就是你的任務表 所以有個東西叫做task list you can locate where to do these tasks on the map 所以你能夠去標出來要去哪裡做這些task simply walk over to each location and complete the job 所以你就會走去呢 然後把工作完成 聽起來很簡單吧 some jobs are going to be harder than others 有的比較 有的比其他 就有的難有的簡單 some jobs are going to be harder than others but you will eventually figure them out 可是你一定能夠想得出來的 我在猜測 因為我沒玩過 我猜可能就是這邊按一下幾個鈕 然後到另外的地方去再按幾個鈕 所以重複來個三四次就可以完成一個之類的 so don't be afraid to ask your fellow crewmates how to do some of your tasks if you have to 所以不要害怕去問你的同伴們 你的fellow crewmates 要怎麼做一些task 如果你不懂的話 it's all part of the it's all part of learning on the job 所以learning on the job這邊一個概念 就是在 你上工了之後才開始學習 因為你不見得什麼工作都是 在開始工作之前就已經會裡面的事情 你去了之後一定會有一些 在工作裡才學到的東西嘛 所以learn on the job 就是一個可以算是一個騙語 you know learn on the job 好 of course there may be some imposters among us 的確有可能會有一些假扮的人 假的 so keep an eye out for suspicious activity 所以可疑的行為 可疑的活動 suspicious activity keep an eye out就是 就是小心 ok keep an eye out 所以眼睛看著 keep an eye out for suspicious activity impostors don't do tasks 他們是不會做任務的 他們會假裝在做 but they might fake it so they might fake doing tasks you can keep an eye on the task list to keep track of every task 其實這邊有兩個片語 你知道嗎 keep an eye out 跟 keep an eye on什麼東西 所以 keep an eye out多半還會加一個for 然後也是加名詞 所以我這邊都先標註一下 加名詞 那我這邊想解釋一下一下 畢竟教你我嘛 我忍不住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就是你眼睛看著那個東西 讓它別出錯 ok 讓它別出錯 例如說 讓它不發生事情 例如你的baby在睡覺 那你可能就希望 坐在他的baby crib的旁邊 來確保他不出事 所以我們不會說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baby 你會說 you keep an eye on the baby ok 所以這就是照看著他 那keep an eye out for的意思呢 則是 我們要 我們要 我們就是守著等著 等著一些事情的發生 等著事情的發生 例如說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 你想要進我們的公司 那你問我說 你們公司有沒有空缺 我就說 現在沒有 but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 ok so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any openings ok for you 所以 這個keep an eye out for 就是 有點你在守株待兔 等著事情發生 並且你是警醒的狀態 因為畢竟裡面有 keep an eye這個片語在裡面 好 所以他這邊 連續用了兩次 各用了一次 所以他說的是 keep an eye out for suspicious activity 你看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keep an eye out 又是正確的 因為你就是要 小心警醒著 等著 一些 有嫌疑的事情 嫌疑的活動來發生 那下一個這邊再說的就是 你需要keep an eye on the task on the task list 對不起 所以你要小心照看著這個 task list Task list 這次還真不好念 來確保每一個task都有被 好好的做成 to keep track of every task that is completed 所以來確保每一條有被完成 所以這裡用成是 keep an eye on the task list and if you think you see something suspicious 你要是覺得你看到了有可疑的事情的時候 you can always call a meeting 所以你就可以 using the button on the table 所以他有個東西 類似emergency button 按下去 我要開會 OK emergency meeting 然後大家開會就可以把投票投出去 對不對 So most of the time but most of the time you might not see anything suspicious at all 你就看不到任何可疑的活動 因為他們很厲害吧 So if you end up alone with an imposter 要是你竟然跟一個imposter 在同一間房間裡好了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becoming a ghost 你就會發現靠你怎麼變鬼了 因為你就被他殺了 所以 但是 不能說因為你 但是並不是因為你死了 就不表示你的工作完成了 他這裡的意思好像是 你可以的確繼續完成他的樣子 這聽起來不太合理 但遊戲設計或許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說 So just because you're dead doesn't mean your job is finished though So make sure to do your tasks and count on your crewmates to solve your death 所以你還是要把task做完 然後你就信賴你的隊友 crewmates count on your crewmates 來替你的死解謎 solve your death OK 所以count on這個動詞片 也就是信賴什麼東西 You can count on me count on somebody 好 然後如果你是imposter 怎麼辦 What do I do Congratulations You get to sabotage the among us crew the crew 所以你可以來破壞他們 That means 就表示 You'll be in charge of throwing a wrench into their operation Wrench這個字其實是那個 羅來把之類的 你看羅來把不是一個 他雖然是修東西 酸東西用的 可是他的破壞力是很大 所以在他們的operation這邊 扔一個過去 BANG這樣子 OK 所以 You'll be in charge of throwing a wrench into their operation and making sure this job is anything but big Business as usual 所以你就要讓他們這個 讓他們的這些operation完全就不是 我們今天就來修一修東西就可以走人囉 這就是Business as usual 所以我們照常的做生意 照常的運行 你的工作就是不讓他們這樣 On your screen You'll see a list of tasks and the locations on the map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的這個 task list 然後以及他們的 location But these are just suggestions for things to fake 但這些就只是一些讓你去假裝的東西而已 假裝我去修這個假裝我去修那個 These are just suggestions for things to fake and not your actual goal 它其實不是你真正的目標目的 Instead取而代之的是 You'll want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isolate members of the crew 你會想要來去孤立某一些Member 然後把他們殺掉 Kill them whenever you can Of course this won't be easy 這不簡單 and you'll have to be sneaky 所以你會需要鬼鬼祟祟的 Sneaky這個字就是有鬼鬼祟祟的意思 OK 那很幸運的是 Fortunately there are a few crawl spaces for you to use 有些地方可以讓你躲藏起來的樣子 crawl是爬著的 OK 爬 那有些地方可以讓你攀爬 Usually covered up by vent covering 通常是用那種排氣孔 排氣孔被蓋起來 所以vent這個字 它的字本身應該是ventilate這個動詞 ventilation ventilate vent就可以 所以排氣孔 You'll want to use your mobility to your advantage 所以你會把你的機動性 好好的用在 發揮 把它當成是一個優點好好的來利用 所以這邊有一個 我剛腦袋想的就是這個動詞片 你突然間腦袋卡一卡 Use something to somebody's advantage 就是讓這個人徹底發揮這項優勢 So you'll want to徹底發揮這個優勢 You'll want to use your mobility to your advantage As you pick off the crew member one by one 不過剛剛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 只有 好像只有impostors 才能夠用這一些 crawl space 所以crew可能是不能用的這樣子 否則的話他就不會說 你需要好好的利用這一項優勢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you can do as well 還有一些其他事實你可以做的 If you open your sabotage map You'll see there are quite a few things you can do 所以你把你破壞的地圖打開的話 看到有些事可以做 馬上就要告訴我們是什麼 You can lock doors to keep the crew stuck 好屌喔 你可以把門鎖起來讓他們卡住 Or break the lights and limit their vision 所以或者把燈打破 讓他們看不太到 所以我可以想像在遊戲裡就會很搞笑 你走一走突然間 幹這個門怎麼打不開了 有的人是impostor是誰 我不知道沒線索 或者走一走打開一個房間 幹這燈怎麼按掉了 那什麼發生的不知道 一定有一個impostor 是誰 You don't know 所以你需要一定就是整個遊戲中 一定到處在看著這個人在幹嘛 那個人在幹嘛 You gotta pay attention to things 而同一時間還要努力的把task做完 因為你知道如果把task做完你們就贏了 Right So you can also sabotage their communications 你可以把他們的通訊給破壞掉 Preventing them from seeing their tasks 這倒是搞不清楚怎麼做的 Additionally you can sabotage the reactors 你還可以破壞掉 這個reactor是反應爐之類的意思 還有oxygen 或者其他的vital pieces of equipment that will spell doom for everyone unless they're fixed 所以除了不去做那些task task list task list 上的東西之外 你還可以破壞掉一些 根本跟task無關的東西 就例如說你把 像剛剛把電燈弄破那個時候還算小事情 可是你如果把太空船裡面的 氧氣系統破壞掉的話 那就更糟糕了對不對 所以好像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好像就需要有人去修才行 所以這聽起來很屌 OK 好所以然後接下來 excuse me 這講到後面就是可能會有meeting 那要是有meeting的話 可能就投票 投票把人家投出去之類的 好所以我 但我覺得我們講到這個實驗上好像蠻長的 所以 其實後面講的就跟狼人殺的概念一樣的 就你如果說能夠投票 的話就是人最多 投 就你如果得到最多票數被投 投出去投死的話 你可能就出局了 所以 後面的部分大概是 概念上是應該不會太困難的 Alright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extra tips 不過我們實驗的關係真的就不講了 我希望你有興趣的話自己去看 OK 好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這個介紹 當然遊戲的部分 永遠是為了Pinocchio同學 主要是為了你做的 希望可以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也希望我們能夠一起把頻道做大 然後影響力擴張出去 讓大家都能夠用英文來瞭解這個世界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